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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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对器物的感觉会有一种不同的见解 那各位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个器器 那我们所谓的器器呢 是木质的制品 木头的制品 然后它经过上大量的器 大量的器 然后再去彩绘 用漆绘 所以就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器器 那这个器器呢 它本身呢 比较不是那么的花俏 我们会发觉有一些器器 它做的颜色很缤纷 那很美 那可是这个器器它本身呢 是比较属于很稳重很典雅的 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 买了这个器器的时候 我觉得我并不是这么的喜欢它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觉得这个花器好像很稳重 那很优雅很古典的感觉 那最主要这个花器 它大部分的颜色 就是整个这个 这个篮子的盖子 以黑色为主 然后呢 它上面画的是 有莲花 然后有一些壶 就有一种很多吉祥的花材 比如说有莲 那莲生柜子啦 然后有蝙蝠啦 有蝴蝶飞在上面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这种五福柠檬的感觉 那这个器器呢 它的这个体量呢 整个是黑色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器器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我平常都把它放在家里 放那个茶具 把茶具都收纳在里面 我今天拿出来才发觉 哇 它摸起来是这么的温润 那么的舒服 平常真的都是舒服它了 然后在这器器的两边呢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如意纹 有些云纹 如意纹的感觉 所以整件作品呢 其实它的漆 上面的精气已经剥落的 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的 可以看到的东西其实不多了 不过摸起来就是觉得 哇 真是太舒服了 我在接触很多的漆气的过程中 很少像今天这一件漆气感觉上 摸起来是这么温润的感觉 所以有些物品它本身给我们的感觉 摸起来那个触感非常的好 那我把这个漆气的盒子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平常使用它来装这个茶具的 但是今天呢 我要用它来擦花 那我在里面放了一个剑衫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花材 所以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我今天要用的这个花材 那今天的这个花材呢 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鲜艳的色彩 好 那我们称为杏花 好 杏花 那古人讲呢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所谓的红杏出墙呢 它是告诉我们春天到了 好 春天到了 那杏花是爆春的花 告诉我们春天到了 好 那今天这个杏花 其实它的下段非常的非常的粗 而且非常的美 但是呢 因为它的高度太高了 好 那以我这个比例来讲 它稍微高了一点点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剪短 好 否则的话 它这个质感是这么的美 而且是很古老的一只杏花 好 那我先把这个 这个质感剪短一点点 好 它真的是很粗 而且很不容易剪短 那我自己曾经比较常接触在自然的植物中 其实我们在看樱花开的时候 我们会很羡慕说 樱花开出来红橙橙的 那么漂亮 然后像火一样的那个红勺勺的感觉 但是呢 其实樱花在还没开之前呢 就是它正在孕育要开花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那个樱花的骨干 全部都是那个褶红色 非常的美 那同样的也是一样 这个杏花呢 它也是一样 开出这么美的 这么漂亮的一个红杏 红色的杏花 那我们对于杏花呢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解 会觉得说 信花呢 好像代表了一种 红杏出墙的感觉 事实上这是非常错误 现在人的解读 信花呢 它其实代表了一种幸福 也代表了一种幸运 那也象征了一种信用 所以其实一个信花呢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然后呢事实上 古人所谓的满园春色 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 一直是告诉我们春天到了 那有时候呢 有些人会误解它的意思 像我最近住的这个社区呢 本来有差不多有几株的 七八株的 大概有四五十年的信花了 我觉得非常的美 每当信花开的时候呢 我都会去散步在那个信花树下 然后它有白色跟红色 其实事实上在花时可以买到白色 红色跟粉红色三种颜色 那白色非常的美 那红色呢非常的鲜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这样的信花 它的这种很美的一种感觉 但是有时候一般的人都会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它 就觉得说它是一个不适合种在花园的花 那事实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古老 有了很多古老传说的一些花 那我们也常常讲说春天的信花语 占玉意思那个信花语 然后二月信花天 很多关于信花 很多的这种很可爱的这个故事 或很多的诗词歌舞 好那我们在这个信花 以请协的角度来插呢 好然后我加一点点的这个 它的刚刚剪下的细枝在下段 好那除了信花之外呢 我加一点点的这个杜鹃 做它的下段 好比如说当二月信花正在开的时候 好那也是杜鹃花开始在含巴的时候 所以各位阿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杜鹃呢 它已经稍微的开了 好那我们把它当作杜鹃的 把杜鹃当作是信花的下段 好非常的好看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好整个这个这个信花的这个优美 好跟优雅 那据古书里面也记载了说呢 孔子我们称教育学称为信坛 那孔子常常坐在信术下讲学 所以信花呢 真的有它很古典的一些文学的内涵 好那我把这个死字插过去之后呢 我们下段我们再来用一点点的后段 好那我把这个信花加一点点的后段 我们常常讲说呢 插花要有前景中景后景 好那我今天用的这个花器呢 它虽然是漆气 但是只要有提量的器皿 我们就就称为蓝 好 像后来一点点的深度 好 我不要加太多好了 因为本身这一只 这一只死只呢 它本身就已经很有力量了 好 好接下来我用一点点的松来收下端 好 好 那这个松呢 其实呢我们刚拿到它的时候 它的针是很长的 那松针长也有它的美 比如说我们做大作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用比较长的松针 可是松针短也有它很特殊的地方 那据古书的记载说 最好针短寸序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松针 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修饰 那这样子可以 插起来的感觉 不是这么的乱乱的感觉 好 我们再把这个 把杜鹊来做它的前段 好 那我们也是用它来做它的鸡排 增加它下段的份量 好 那我们今天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 就可以看到这个篮子里面 的一种风情 那我们把这个花都擦得很低 那可以由上往下看 透过看到篮子里面的一种 一种气质跟感觉 好 那我今天的主花 我要用一朵这样的叶牡丹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们在擦很美的 很鲜艳的这个 杏花的时候 我们的主花就颜色 不要用到太抢眼的 好 比如说这个时候 如果我还是一样用 红色的这个花来做主花的话 会觉得感觉比较 没有这么的脱俗 那我选用的这个 这个白色的叶牡丹 来做我们的主花 然后我也让它插的短短的 因为我要去强调 这一个花气的一种美 好 所以让人家的视觉焦点 可以往下看 然后往内看 然后 然后 尽量我这个主花 不要插到太高 好 那在这个体量里面 好 那我们刚刚也有介绍到说 这个器皿 我们称为蓝 就是因为它是 有体量的关系 那这个前面我们称为前宫 后面我们称为后宫 好 那我再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再用两片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电续蓝叶来做它的基盘 所谓的基盘就是用它来 衬托主花的 把它做基盘 因为呢 我们下段呢 希望它比较实一点 也比较稳一点点 好 所以我把它用两片叶子做基盘 好 那 编牡丹这个花材呢 也是在过年期间呢 很收到很多人喜欢的一种花材 好 那这片叶子稍微大一点点 平常我们比较少这样子修它 好 可是因为它太大片了 会在我们蓝的空间里面呢 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 有空间可以放它 好 那我把这片叶子稍微修小一点点 做后段的基盘 不会大概是说 都是它 跟刷热丹 不会损 对 还是更有担心的 你是否可以做 那还是好 一担心的 厕所 哦 不要用它太新鮮的颜色 但是呢 当我们用了这个月牡丹之后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像这样的宫灯白盒 那各位阿富士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 这个非常可爱像小元宝一样的这个花 我们称为宫灯白盒 好那这个宫灯白盒呢 它的名字也很好听 因为有宫灯两个字 就很适合在有喜庆的时候 或者新年的时候 洁净的时候使用 增加一点色彩的感觉 所以我加了一支宫灯白盒 再加一支宫灯白盒 增加整个作品的色彩的感觉 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个宫灯白盒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 好那插完一个这样的作品之后呢 如果在新年的期间呢 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像这样的灯狼 其实呢不管在花式 或者在一些卖年节饰品的地方 像我最近就已经开始有一些 去一些比较大的卖场 就会发觉呢 他们都有一个区块 都卖好美的那个过年的各种的配件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选购一些 你喜欢的这种可爱的配件 像这个灯笼 我们就可以把它挂上去 比如说我来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看看 好 我们把它找一个位置 拐一个这样的一个灯笼 刮一个也可以 或者你要刮到两个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这一个这件作品 那个我们藉由在这个春天 二月杏花天 二月的时候 那杏花开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在过去呢 新年的时候呢 有时候杏花还没有真的开 要到过完睡眨之后 大概历春左右 那今年因为瑞月的关系 所以花开了特别早 那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杏花 配上了这样很吉祥的一个灯笼 好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 它的这个 本来的这个盖子 那就可以构成一个很美的一个 过年的一个年花 那我们刚刚想到呢 其实像这个信呢 就代表一种幸福幸运跟信用 那一个感觉 那这个叶牡丹 虽然不是像我们所谓的牡丹花一样 不过它在年间的时候 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这个叶牡丹呢 它有一个牡丹两个字 而且它很耐 可以插的时间很长 而且它的整颗感觉圆圆润润的 非常受到喜欢 然后宫笼百合呢 它又像 像我常常自己感觉到的 它就是那个橙黄黄的 像个元宝的感觉 也非常的 非常的有喜气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这些花材 都是受到很多人很喜欢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配件呢 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在过年的期间呢 我们就可以把家里比较 嗯 珍藏的东西 拿出来做摆饰 那其实有很多 很美好的艺术品呢 它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胡 因为我们把胡端出来呢 其实就是给人家祝福 我为你祝福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胡也让我们懂得 知胡习胡 那陪胡众胡 所以其实胡有很多 它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在过年期间呢 如果说我们擦上一个 很美的花的时候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支的松子 我刚刚有点舍不得把它 简短的一个松针 然后我从这个信画开始 延伸过来到燕牡丹 然后到这样的松 到这样的一个胡 那形成一个这样的心念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刚刚分享到 春风大雅门浓雾 秋水文章不染成 那春天呢 就让我们学习 心收的开阔 让我们学习像春风一样 普润万物 然后呢 也让我们学习 掌握春天这个美好的时间 就像我们刚刚建有胡 那胡呢 让我们懂得喜福 那自己也像胡一样 把最美好的 这个茶水泡出来 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呢 分享给大众 所以我们要 借由这个 这个胡去感受到生命 那知福 习福 赔福 重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做完前面的那一件兰花的作品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前面有一个这样子比较场景的 有点天球的瓶 那这样的花季呢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出来 因为光这样的花季看了就觉得很喜悦 因为传统的华人非常喜欢红色 因为我们说呢 中国在夏商周三朝 那夏朝呢 夏上黑 那英上白 那周上红 所以中国人承袭了周朝的礼节 特别喜欢红色 那红色呢 在过年的时候也觉得很喜气 好 那我呢 接下来呢 也是用一样把 同样的把 刚刚剩下的杏花 因为我常常 跟很多爱华的朋友分享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买一把花 可是有时候我们又没有用那么多 所以我们可以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插同样的花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一支这样的一个杏花 这支杏花是刚刚的买一把杏花里面剩下的比较小支的 好 那这样子有一点用平出的角度或倾斜的角度过来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再加一支的杏花 让它这个 这样子有一点点文人的感觉 虽然这个花蹄是红色的 可是呢 它的感觉还是蛮好的 好 那因为要表现一种文人的花艺的感觉 所以我就不要 不要插太多的杏花 好 那同样的 我把刚刚用剩下的松 也是一样拿来做 它的前面的鸡盘 来衬托它 好 那 做前面的鸡盘 好 是否是 这样有一点点重的一点点 好 我先擦一点点看看 好 然后剪掉一点点 好 那这样子它就有一点点感觉了 那有时候这样的 这个这样鱼多鱼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做后端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它长度不够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试这样子加一支的铁丝 像这样子 其实只要我们把苹果的水加满 它一样是可以吸到水的 可是因为它长度比较短 那我们又觉得这个松真的是稀有难得 因为松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 擦出来作品的感觉非常的好 而且呢 我觉得松 有很多很优美的情怀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 那我把它这样子前后更用了一支松 好 好 那各位爱华普桃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只有松跟这个杏花就已经感觉很好了 好 那但是我们还是加一点点这个宫灯花 因为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把的宫灯花 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我们买了一把的宫灯花有五支 好 那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再做另外新的创作 好 比如说我在这个宫灯花 好 一支宫灯 好 好 那我们再一支 好 虽然宫灯花它感觉上呢 嗯 比较分量不是那么的高 比较不是那么的多 比如说如果我用比较大朵花头的话呢 它会感觉 嗯 比较一下就很明显的感觉 但是它有一种比较 简单优雅的一个情怀 好 我把它调一下感觉 我把这个松再剪稍一点点 好 好 因为我把松压低一点点呢 然后 公灯花就会 露出来了 好 好 我们让它有一串的感觉 好 好 那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下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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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作品 好 我们就用一支这样简单的杏花 一支小小支的一支杏花 然后加上两朵这样的光灯花 那是不是也感觉上 很有很有一种文人的气息 除了文人气息之外呢 它还有一种 也很充满祝福的感觉 好 那除了刚刚我们用的那个大型的这个 嗯 比较大一点的灯笼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小小的一个 吊饰 像这样一个金球 这样来做吊饰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套进去 像这样把它套进去 画里面 好 那随着它的角度 让它往下垂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品 好 那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饰品 好 一下一下 好 好 那我们在做完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呢 我们有时候在过年的期间呢 那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啊 或者说亲戚啊 或者家人呢 会相聚在一起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准备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器器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盘子 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当它是凤茶盘 好 那我们 我们 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呢 都把它用我们的一种美感跟美学 把它装置的很很美 好 即使是吃的东西也是一样 好 不要说啊随随便便拿一个盒子就把它装了 或一个塑胶袋装你就吃了 那我想过年的时候呢 嗯 时间比较 比较清闲一点点 好 那我们可以加上一些 我们传统的一些食物 好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桂圆 好 那桂圆呢 它的象征也是多子多孙 好 然后又一种富桂圆满的感觉 好 然后还有 还有那个 嗯 这个是 一些果实类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跟它摆成一盘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 只要它的象征含义都很好 那也很健康很营养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置一盘 什么八宝盘 或者什么 那感觉上 在年节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所以呢 我们说 人逢盛世 精神爽 那 那个美花时到自然香 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 虽然这两年 台湾有一些些的不景气 不过呢 我相信不景气 生命都有高低潮的 好 那我们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因缘 嗯 不要因为一时的不景气 那让自己的心情非常的沮丧 或者很丧志 好 还是要随时享受当下的 一点点的快乐 好 跟美好 好 那充分的去感受它 我想这样的 呃 人生呢 才是 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圆满的 好 那冤死香花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水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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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立身的原则 而不断地在运转 透过各种的管道 包括卫星、电脑 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 弘扬佛法的工作 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 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 每年一万元台币 或每个月一千块 不断地来护持 不断地来推动佛法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成就一切诸善法 弘扬佛陀 般若志 华博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世家摩尼佛 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 即佛遣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9点 恭送玉佛功德经 即佛遣大贡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